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天胡 这如上一期一样 是2018年由少老区前头组织的 开极推手活动 是上一期的继续 是上一期的具体 现在大家在欢迎 摔销界的泰山北岛 北京市的泰山北岛摔销界的 李宝如先生 他在给大家讲话 现在拿着喇叭讲话的是王同庆 他是摔跤教练 站在另一侧的两个 穿着摔跤服的青年 是他的两个徒弟 受的那个叫陈宁德 是MMA冠军 全国摔跤冠军 来参加推手的人非常的多 有北京市的 也有全国各地的 有台积拳推手的 也有其他武术门派推手的 现在这个推手的男同志 是练习一拳的 也有把它称作大成拳的 他们比较乱 咱们统一称为大成拳吧 这样好 统一下 统一下说法 他的推手方式 很像太极拳 在民间推手中 公元推手中 基本上分成这几大派 以太极拳派为主 太极拳讲究的是 听劲 画劲 顺劲 发劲 主要是 听劲和 顺着劲 这女同志也很厉害 怎么抱她 她怎么给 顺过来 画掉 送过来 不主动反击 这就是太极拳的一个特点 你怎么推她 她不让你抓着劲 跟着你走 这位女同志推的也很不错 旁边看的人很多 大家都在为她们 鼓劲 民间组织的推手活动 最忌讳的 就是这种情况 抬手就打 影响交流 大家是来 友好交流来的 不是来玩命的 这种情况 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还有这种情况 不能有危险动作 瞧 这个黑衣服的 一下子把人绊倒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磕着后脑 磕晕了 在这里加这两个视频 就是为了说明 不能发生这种情况 现在是 两个推手高手 在交流 黑衣服的 刚才给了红衣服 一个小伴 没有滴动 红衣服的 也马上给了一个 发力 两个人有来有往 有些使均力敌 使均力敌的时候 难免就要 互相顶着 除非差距比较大 好 红衣服的 把 黑衣服 给撂倒了 向前发力 也是需要 特别注意安全的 两个人又开始了 第二轮 都比较谨慎 先互相听力 听力互相顺利 黑衣服的 又开始进攻了 你抓不着力 那是进攻不上 红衣服的小伙子 听力画力比较好 他推他一下 但是这种推呢 他的威胁不大 黑衣服也戴了 红衣服小伙子一下 两人功夫差不多 只有换了两位 实情力敌的选手 在推手 公共园 民间推手 主要练习的是 听力画力 顺力发力 不仅仅太极拳 是练听力画力 顺力发力 很多的门派 都在练这个 各个门派有自己 特殊的练法 他们不使半子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 使半子不太有利于练习听力 尤其是在初期阶段 蓝裤子紫红上衣的小伙子 是某城市的推手冠军 和他的对手进行推手 对手都实力不弱 推手反复练习的就是 听力的基本功 有了这些基本功 踢打摔拿 才会更好的发挥 在实际的阶段中 除了打之外 人们要身体接触 只要身体接触 太极退手 就有充分发挥的余力 我们现在马路的牙子 都是很硬的 如果一下子摔 在马路上 很容易把尾弱摔断了 所以在实际的阶段中 要尽量的 尽量的不用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公园退手也一样 主要是练习 这些听力 化力 准力 发力 但要注意安全 所以呢 做到 做出这个意思就行了 大家基本上 都履行这个规则 推出去就行了 所以看着就不那么漂亮 不那么好看 只要抓着对方的力 带一下 就算你赢了 这是公园 推手的一般的 顺寻的推手 玩法准则 推手的人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自己 抓着对方劲儿没有 被对方带起来没有 他们自己是很清楚的 外人 看着 不是很清楚 听劲儿必须 从推手练起 不经过推手阶段 是练不出来的 这个小伙子又换了一个对手 他这几个对手 水平都不低 都够他应付一气的 也就是说 来参加 这些推手活动的 很多人 都是有一定水平的 公园退手 我们也叫民间推手 基本上不使伴儿 他主要为了就是 练低这个听力 假如老使伴儿 这听力就很难练了 所以这样 逐渐的大家就认同了 这种推手方式 现在看到的是 摔跤冠军 是当下的摔跤冠军 穿白裤子的 这是摔跤冠军 在跟推手暗号者 进行协作 也是得顺着劲儿来行 顺不上劲儿 是摔不了人的 所以也很需要 太秦拳的这种听劲儿 对面的小伙子 也不是让他 轻易就能摔倒的 也在听着他的劲儿 只要听着的劲儿 跟住了 他是很难摔倒的 还是这个冠军 再说说规则 因为跟每个人推啊 他不一样 都得互相照顾的 广顾了赢不行 大家来 他不是要拼命的 是互相交流的 要把规则先讲清楚 然后一块儿玩 对面这个小伙子是推手的 你看这架势就不一样 一摔跤的先上来 用一个膀子 来老想的抓他小匣是吧 老想的抓他这叫什么前领 这又换了一对 摔腰的要想摔倒好的推手选手 也是比较困难的 不是过来就认真认着你 想怎么摔就怎么摔 不完全是这样的 那除非是手段比较差的 他能听出你的劲儿 你勾刚才这小伙子勾他一下子 你没勾动嘛 勾不起来 因为他还听着劲儿 推手的 推手蓝衣服的这小伙子 也带了这些白衣服 小伙子一下子 他不好起脚的 摔着 也带动他了 俩人互相抡起来 虎洋你来了 他也不自觉地想伸手去抓 他这个比划了一下 比划了一下 觉得有点不合适 这虎洋也得照应 不能广固了就想赢 也得注意安全 注意别犯规 别给人家留下太不好的印象 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使的 这两个人揪在一块 缠在一块 这个分不开就很难摔了 他听着你的劲儿了 跟着你走了 这黄衣服听劲不错 听着劲儿了 抱着腰听着劲儿 你想一下子转身马上摔倒 人马上得跟上你 有些摔跤选手啊 听劲儿不太好 就很容易 也是很容易让人家给带起来 这里是谁都可以上场 主动可以自己上场 这也是一个太极拳推手的和摔跤退手的在一块交流 都得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才能提高 营也要靠技术 靠本事不能靠野蛮 这个摔跤手员手手上比较死 听劲儿可能略微略地紧张一点 白衣服的小伙子胳膊有点死 黄衣服的把他等于是随便往后退 随便他听着的劲儿 身子比较活 白衣服的呢 这个摔跤的 他脚下活 但是胳膊上有点死 只能看出来 他摔跤的嘛 还是想看看 想练练这个 怎么的这个听劲儿 主要是为了大家训练 凡是来的这些人呐 很大一部分都是水平比较高的 水平不高的自己都不敢上场 黄背心的和红背心的两样推 断手推的这种处于事 直接在那断手互相推 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 大家注意安全就行 谁都有可能推谁家伙 这个发力 这等于是练练发力 这个发力一般的 都容易互相撞上 这两人这个手老脱开 脱开手这一般的来说呀 不太规矩了就 可是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 也算能够让大家能够亮点 因为有时候很容易就把这手脱开了 一般推手不能脱开手 就是赢了 赢就赢了 这也算不了什么 一般呢要输得起 输不起就别玩 上来就两个中量级的 两人的水平都不低 给了白衣服的 推动了黑衣服的这个人 找先找劲了 然后找这个事 你找着这个事 才能使力发力 你不用找着这个事 发力是不行的 两人搂在一起了 两人搂在一起 好 一下子把对方搬走 这是听着劲 听着劲就能搬着 听着劲就搬不了 退守界很难产生大失 今天你赢了 可能明天你就会输 或者说你赢得 想那么漂亮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大家都会 大家都能够听着劲 那你很难的赢得痛快 像现在这小伙子赢他了 赢了以后也就这样了 人家有可能推动你 也推你一下 所以互相的时候 都有赢的时候 大失就很难产生 大失一输 怎么叫大失呢 只有 表演界容易出现大失 在 推手界 哪怕是公园推手界 也很难产生大失 此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胡天虎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我死了 我死了 你这样 Yaz 你 好